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旧的一年呢 马上要快过去了 新的一年呢 马上要开始了啊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啊 大野猫呢 做一下这个年终的总结 和一些真情的告白啊 然后顺便呢 给大家拜个年 首先大野猫要感谢的是谁呢 感谢的是我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没有我的观众朋友们 整个一年对我的支持 整个一年对我的鞭策 整个一年对我的鼓励 和给我的建议 我的节目不会做到这 我也没有这种激情 和这种思想和这种能力 去支撑着我去做这些节目 我得感谢 首先我感谢我的观众朋友 其次我要感谢几个人 其中一个 这里边大家也知道 这几个人是谁 一个呢是我东北的国成哥 我经常在他的节目上 侃侃而谈 非常感谢他给我提供这个平台 另外一个人呢 这人也知道 我是他的托啊 就是就是这个大胖子 北京的胖子 真的很博通 我博通哥呢 也是他给我他的平台 然后同时呢 他帮我推荐了很多 我现在的follower 如果没有博通哥 我今天的节目也不可能做到这 另外第三个呢 我感谢我的五哥 哎 老五 老五和他朋友们 也是北京的哥们 另外第四个人呢 是我多伦多这个哥们 就是这个谁 这个徐徐到来 这四个人 我特别特别的感谢 因为在他们这几个人的粉丝当中 和他们这几个人的 对我的鼓励当中 我的节目有今天的成就 我节目有今天的成就 我节目有今天的那什么 我今天今天的这个路子 能走到这 最后我还感谢个人是谁呢 是船长 船长是在B站上 把我的节目引到B站上 在B站上可以可以可以发布 而且尤其他帮我 有些东西他帮我去剪辑 帮我去分享 他有B站上创造的这一片天地 我要感谢船长 这几个人 另外我还感谢谁呢 B站的邱宇威老师 微信的图宋华老师 B站的这个木有之老师 以及观察者网的沈毅老师 金灿荣老师 和这个和这个谁 和这个和这马前卒 我感谢这几个人 而且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 就我发的这些视频 我发 尤其我发的那些分析类的 知识类的视频 其实我这个模作中 沈毅老师这边过来的 沈毅老师他这个 他这个他怎么分析 整个整个整个开场 然后分析这个这个事情的解释 然后把把里边历史给说明白了 把里边这个这个理论 给说清楚了 我是看着他这个东西 我是按他这个来的 我是按着他这个来的 按着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很欣赏沈毅老师的节目 那真是就是说 一个学者型的 和一个网络的这个明星 两个两个 这两个角色 怎么能绑到一起 人家沈毅老师 把这个发挥的淋漓尽之 所以呢 这是我学习的榜样 那好了 搞点真情告白吧 搞点真情告白吧 这东西这么看啊 祖国办奥运会 大野猫非常非常的兴奋 祖国办奥运 大野猫很兴奋 就是有人问啊 之前有人问啊 就是说呀 就问我 就说啊 这大野猫啊 你这个平时如果 你看体育节目的时候 这看体育的时候 你是 你是给加拿大 对加油助威呢 还是无所谓呢 还是给中国对加油助威 这个回答咱这么说 这个回答不咱这么说 从一个非常朴素的这种心情 从一个非常朴素的这种感觉 我还是会给中国对加油助威 是这么回事 其实有些东西啊 其实有些东西中 跟祖国的这个联系 跟祖国的这些事的这些很多的很多的联系 可能生活上 我的生活已经基本上完全加拿大化了 可能我对加拿大的了解 对美国的了解 比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很多 中国的很多东西我没法聊的 为什么没法聊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让我聊什么 对不对 或者中国的一些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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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事物 我很多东西已经不了解了 但是就是祖国的这个这个概念 整个这个生龙活虎的这个这个形象 这个在我这个烙在我的心里 这个东西改变不了的 就是你改 就是它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之前啊 我在我的这个工作这个地方 我工作在银行里嘛 银行里我有一个有一个朋友 他当年他当年跟我跟我要 我们都是做这个做这个客户经理的嘛 他曾经就跟我说 就说啊你啊 这个东西融入到社 因为他也是从中国这边过来 他跟我说他跟我说 让你融入到这个社会 你融入到社会的这这这说加拿大这个社会 有几个就非常经典的说 你数数你数数你是一二三四 还是one two three four 可以表现就是你真真正正 就是说完全的融入到 就是进进润到这个加拿大社会当中 还是还是还是你之前那些东西 就很多东西也没有改 其实从这点上很有意思 因为我数数的时候 我是一二三四 我向来是一二三四 我向来不是 向来不是那个什么 向来不是one two three four 甚至我记录的时候 数数记录的时候 我一般我头几年 头几年我还写正字 头几年我写正字 只是这几年我改了 四数加一横 我就像就跟本地人差不多了 之前很多年我一直都是正字 对不对 写正字嘛 我一个正字是五行嘛 对不对 是这个 就是你数数一二三四 都是one two three four 另外还有个什么事呢 就是比如说你一下磕碰了 磕碰了 你磕了一下 疼一疼 冷不定疼一下子 你怎么说 你说哎呦 还是ouch 你是哪 是是ouch 哎呦 那对于我来说 那肯定 哎呦一声 对吧 就是这个 还有呢 你在街道上 那街道上 你走的 突然然后拍你一肩膀 你是怎么说话 你说哎呦 我的妈 怎么回事 还是what is going on here 那我在我这 哎呦 我的妈 对不对 就是这个 其实这些东西 是很 其实这些东西 还是很简单的那种文化烙印 很简单的那种文化烙印 你想很多东西你割不掉 不是割不掉 就是 这个东西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你承认也罢 你不承认也罢 它就是这么回事 那与其说你成天压抑在这块 成天把它压着 不如说完完全全的奔放 完完全全的奔放 所以奥运会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在 在家里边 我都捂着中国的国旗 我捂着中国的国旗 给中国队加油助威 这很正常的那件事 对不对 很正常的那件事 大家回去 我分析我的时政 还是分析美国加拿大 对不对 还是分析美国加拿大 然后这个事呢 其实这个事不光是从中国人这块有 不光是这个 比如说你说你看板球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板球 我是会 我知道板球这个规则怎么回事呢 整个这个过程我知道怎么回事 比如看板球 在加拿大的印度裔和巴基斯坦裔 他们对板球那种狂热呀 板球那种狂热 只要这两个队在加拿大比赛 在球场的当地 有大量的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就在那块 战班 执掌 为什么 为什么 怕这两军球迷打起来呀 他知道这俩国家背后都啥玩意儿 虽然现在都是 都是都得穿了一本加拿大胡照 但是之前很多的文化割舍不了 根本割舍不了 对吧 你说加拿大本地 咱不说这两个地 说加拿大本地 本地白人 意大利人 那些意大利人都移民 移民这块一百多年了 1900年来的呀 一百多年了 意大利足球队 在在加拿大比赛 跟加拿大队比赛 这帮人挥舞着意大利的国旗 给意大利加油助威 人家说你们都 你们这几代人都加拿大人 他说无所谓 I cheer for Italy Viva Italia 就这个 I cheer for Italy 就这网上 他们给意大利对加油助威 这东西都改变不了的 这东西都改变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呢 真情告白一点 整个的奥运会 我还是会看 我还是会给中国队加油助威 当时啊 当然啊 同时啊 住院加拿大队呢 取得好成绩 就这么回事吧 对不对 好了 新的一年马上又到了 哎 大野猫呢 给大家拜个年 虎年吉祥 新年快乐 万事如银 谢谢大家